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这台好车是 2010年01年型式的LASER ES240 那它比较2.0的水晶 那只有跑13万 然后我们是里程是有保证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外观的部分 还保留得很完整 虽然是2010年的车子 那它有12颗安全气囊 它有天窗 那它是3M的格热纸 有HID的原厂鱼燕头灯 还有金钻尾灯 那它有前后雷达的这个功能 轮胎的部分呢 分别是2021年跟2018年制造的 4条横冰轮胎 规格是215 55-17 好那我们看到这台ES240内装的部分 一样让人很惊叹 首先呢 是它的天窗的部分 然后它是很干净的无烟车 然后呢 它这边有这个快波键 那它右边的部分是旅程电脑键 那左边是这个音响的快波键 那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定速的功能 那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功能很完善 因为它的头灯跟它的雨刷 都有这个自动感应的功能 那它不仅如此 它还可以就是做自动的这个方向盘的上下左右的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它方向盘旁边的这些快捷键的部分 包含了头灯清洗开关 防盗电折后视镜功能 还有这个导车的雷达开关 还有后电动遮阳功能 它目前的公里数是13101公里 我们公里数是保证的哦 好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夜间湿地的功能镜 那还有这个行车记录器到时候 会随身配给我们的新车主啊 那我们看到中控台的部分 首先呢 是它也很厉害 它的配备都很完善哦 这是IKEY的部分哦 比2010年的车有这个配备是非常厉害 又很享受的 而且它车框也维持得很好啊 那可以看到它中控台 还有双恒温的这个空调 那它的这个音响的部分呢 它是有这个MP3跟CD的这个功能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置物功能 那手制排档是长这样子 一样有太阴式板的设计 加核桃木的设计 那它的自卑架是隐藏在这边 一样是按一下就可以打开 就是非常的有质感 那我个人觉得它非常厉害的地方是 正架跟副架都有这个椅子的冷热感应的功能 像现在冬天的时候就可以转到这个红色的部分 那我自己也亲身体验过就是 它很贴心的会有这个红色的灯 灯的颜色不一样 然后椅子就会变热 我们可以看到它后座部分 一样就是非常的华丽哦 它这台车子算是2010年的车子 但是整个配备真的让我很佩服啊 就是它的座椅其实非常好做 而且是透气的这个皮影的设计的感觉 那它的这个 这个空间呢 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空间感很大 就是我这边前面的距离 那上面还有一个拳头的距离 好那我们看到它后箱空间的部分 后箱的空间感是很大的哦 那后箱也有跟后座有连结 可以中间可以打开 这功能也是很方便 那可以看到它有这个防水电的部分 它还有这个备胎的部分 那它在这边也有很完整的这个工具箱的部分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引擎式的部分 首先是原厂标签都还很完整 那它引擎的部分 还是很漂亮哦 以2010年的车来说 真的是相当的惊叹 状况都还维持得相当的好 那我们车子是原版件 都有做AS认证 好以上就是我带领大家看 大概这个 这台 ES240它 内部的这个 配备跟它的外观的部分 其实我自己在介绍起来 我觉得 它的配备真的很厉害 很多 那以它的年份来说 它的CP值真的相当的高 如果有喜欢的话 欢迎大家来我们 高雄SUM鸿海汽车做赏车试程 那我们也有保养场 就是车子可以顶起来给大家看 它的底盘的部分 那以上就是这台车的介绍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